在关宁铁骑的攻击下 后军军开始败退 但是八旗军的战斗力 那是相当强悍 加上芒古尔泰脑子不好用 还有几把子力气 再次集结了部队 发动了第二次冲锋 死磕的力量是很大的 原都师的中军被冲散 他在乱军之中被人围攻 差点被剁了 好在部下反应快 帮他隔了几刀 才从鬼门关爬了出来 稳住了阵脚以后 关宁军开始反击 然后又是你打过来 我打过去 一直折腾了八个钟头 直到晚上六点 芒古尔泰终于支持不住败退 没来得及跑的 都被赶进了护城河 广渠门之战结束 后今累计伤亡一千余人 明军大胜 南城胜利之际 北城的满贵正在苦苦支撑 进攻得胜门的军队 包括黄太极的亲军主力 战斗力是非常强 满贵先派部将迎战 没一会儿就被打了回来 关键时刻满贵同志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 亲自上阵并指挥城头的炮兵开炮支援 在他的光辉榜样照耀下 城下明军勇猛作战 城上明军勇猛开炮 后今军死伤惨重 但不知城头上的哪位人凶 点炮的时候太过勇猛 一哆嗦偏了准头 一炮直奔满贵同志 当场就把他给撂倒 满贵是遍体负伤 好在捡了条命 被人护着回去养伤了 主帅虽然撤走 但在大炮的掩护下 明军依然奋战不已 付出重大伤亡后 黄太极被迫撤退 得胜门之战就此结束 这一天对袁崇焕而言是很光荣的 他凭借自己的精兵梁将 在京城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八旗军 更重要的是 同一天出战的满贵 是他的死敌 当着皇帝的面 一个打了出去 一个被抬了回来 实在是很有面子 可是他想不到 满贵同志的这笔账 最终会算到他自己的身上 因为在那天战役结束时 一个流言开始在京城流传 开炮打伤满贵的就是袁崇焕 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 因为满贵在得胜门作战 而袁崇焕在广渠门 要跑个来回 估计都得一个钟头 无论如何 袁崇焕都是过不去的 但是袁都师背这个黑锅 也不是全无道理 他跟满贵从宁远就开始干仗 后来硬把满总兵挤回关内 从来就不待见这个人 现在满贵受伤了 算在他头上也不奇怪 从毛文龙开始到满贵 再到崇祯 袁崇焕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 虽然他自己并不知晓 袁崇焕 广西滕县人 自满夷之地而起 奋发读书 然资质平平四次落地 以三甲侥幸登科 后赴辽东 得孙承宗赏识 于辽东溃败之时 以孤君守孤城 毅然不倒 先后击溃 努尔哈赤 皇太极父子 护卫辽东 后受燕党所迫离职 蒙崇祯器重再起 然性格跋扈 调离满贵 安插亲信 以上方宝剑杀 毛文龙 奉掉守经 不顾大局 擅自助防于城下 至京交怨声四起 后不惜性命 与皇太极苦战 大破敌军 不顾生死 身先士卒 最终命运揭晓之前 袁崇幻的表现 大致如此 我想 差不多了 袁崇幻并不是一个天赋一柄的人 经过努力和奋斗 还有难得的机遇 比如遇到孙承宗 才最终站上历史的舞台 他并不完美 不守规章 不讲原则 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私心很重 听话的就提 不听话的就整 或者是杀 而某些所谓专家的 所谓力挽狂澜的评价 基本就是扯淡 客观的讲 以袁崇幻的战略眼光 跟着黄太极绕京城跑圈 和实际表现 善杀毛文龙 守城出战 确数上城 让他继续镇守辽东 还能闹出什么事来也难说 所谓挽救大明危局 随便讲讲吧 袁崇幻绝不是叛徒 也绝不是一个关键性人物 他存在与否 并不能决定明朝的兴衰成败 换句话说 以他的才能 无论怎么折腾 该怎么样 还怎么样 对于这个悲剧性的结论 我不知道袁崇幻是否知道 他的一生丰富多彩 困守孤城 决死拼杀 遭人排挤 纵横驰骋 身处绝境 人家遇不上的事 他大都遇上了 但无论何时何地 得意失忆 他一直在努力 他坚信 自己的努力 终将改变一切 崇祯二年11月27日 京城九门的守军换房 一切准备就绪 最终的结局已经注定 无需改变 也无法改变 就在这一天 袁崇幻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战 左安门之战 袁崇幻列队于城外 因为不能入城 他只能背城布阵 背对着冰冷的墙砖 在北方凛冽的寒风中 面对皇太极 拉开了波澜壮阔人生的最后一幕 后金军用潮水般的进攻 证明了自己还想进北京 抢一把的美好愿景 但是关宁铁骑 用倒在他们面前的无数尸体证明 你们不行 双方在左安门外持续激战 经过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拉锯 皇太极终于支持不住 再次败退 左安门之战 以明军获胜告终 结束了 都结束了 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 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 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 这是巴顿说的 我原先认为 说这句话的人 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外加精神失常 现在我明白了 他是对的 12月11日 袁崇焕得到指示 皇帝赵剑立即进城 赵剑的理由是一赏 换句话说 就是发工资 命令还说 部将祖大寿 一同觐见 从古到今 领工资这种事 都是跑着去的 袁崇焕二话不说 马上就往城里边跑 所以他忽略了如下问题 既然是一赏 为什么要拉上祖大寿 跑到城下 却没人迎接 也不给开城门 等了半天 城上面丢下来个筐子 让原都师蹲进去 然后人家拉上来 这种入城的方法 虽说比较寒碜 但好歹 还是进去了 在城内守军的指引下 他来到了平台 满贵和黑云龙也来了 正等待着他 在这个曾带给他 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 他第三次见到了崇祯 第一次来 崇祯很客气 对他是言听计从 说什么是什么 要什么给什么 第二次来 还是很客气 都十一月份了 城头风大 二话不说 就脱掉了衣服 很够意思 第三次来 崇祯很直接 他看着袁崇焕 以低沉的声音 问了他三个问题 一 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二 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 进犯北京 三 你为什么要打伤满贵 袁崇焕没有回答 对于他的这一反应 许多史书上说 是没能反应过来 所以没说话 事实上 他就算是反应过来了 也很难回答 比如毛文龙同志 实在是不听话 外加不顺眼 才堕了的 要跟崇祯明说 估计是不行的 再比如 敌军为何长驱直入 这就说来话长了 最好拿张地图来画几笔 解释一下战术构思 最后呢 再顺便介绍一下自己的作战特点 至于最后满贵问题 对袁都师而言 那是很有点无厘头的 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这件事 总而言之 这三个问题下来 袁都师就傻了 对于袁都师的沉默 崇祯是更为愤怒 他当即命令满贵脱下衣服 展示伤疤 其实啊 袁崇幻是比较莫名其妙的 说得好好的 你脱衣服干嘛呀 又不是我打的 关我屁事啊 但是崇祯就不这么想了 袁崇幻不出声 他就当是默认了 随即下令 脱去袁崇幻的官服 投入大牢 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很惊讶的举动 虽然有些人已经知道 崇祯今天要整袁崇幻 但万万没想到 这哥们竟然玩大了 当场就把人给拿下 更重要的是 袁崇幻手握兵权 是城外明军的总指挥 敌人还在城外呢 你把他办了 谁来指挥 所以 内阁大学是承机命 户部上书 闭自言 马上提出反对 说了一堆话 大致的意思是 敌人还在 不能冲动 冲动是魔鬼 但是崇祯 实在是个四头牛 都拉不回来的人物 老子抓了就不放 袁崇幻军队 由祖大寿率领 明军总指挥 由满贵担任 就这么定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 为什么两次平台召见 除袁崇幻外 还要叫上满贵黑云龙和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幻的心腹 只要他在场 就不怕援军滑变 而满贵是袁崇幻的死敌 抓了袁崇幻 可以马上接班 如此心悸 令人胆寒啊 宗官崇祯的表现 可以断言如下 但凡说他蠢的 才真蠢 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 还是漏水 袁崇幻被抓的时候 祖大寿看上去 并不吃惊 他没有大声喧哗 也没有高调抗议 甚至连句话都没说 毕竟抓了袁崇幻后 崇祯就马上发了话 此事与其他人无关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但史书 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 发抖 出门的时候 卖错布等等 对于这一迹象 大家都认为很正常 领导被抓了 抖几抖 没什么 只有一个人 发现了其中的玄妙 这个人叫虞大成 时任兵部 直方思郎中 祖大寿刚走 他就找到了兵部上书 梁亭栋对他说 敌军兵临城下 辽军若无主帅 必有大乱 梁亭栋毫不在意 有祖大寿在 断不至此 于大成答 作乱者 必是此人 梁亭栋没搭理于大成 回头进了内阁 在梁部长看来 于大成说了个笑话 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 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 大学士周延如 这个笑话 要是讲给一般人听 也就是笑一笑 但是周大学士 不是一般人 周延如自御省长州人 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 周延如同志的名气 那是很大的 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翻名史的时候 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 没有翻到 后几经查找才发现 这位仁兄被归入了 特别列传 奸臣传 奸臣与否不好说 奸是肯定的 此人天资聪明 是万历四十一年的状元 听到这句话 嗅觉敏锐的周延如 立即起身就问 于大成在哪里 于大成找来了 他接着问 你认为 祖大寿会反吗 于大成回答 必反 几天 三天之内 周延如立即指示 梁亭栋 密切注意 辽军动向 有异常 立即报告 第一天 十二月二日 无事 第二天 十二月三日 无事 第三天 十二月四日 出事 祖大寿未经批示 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 他没有投敌 临走时留下话 说要回宁远 回宁远 也就是反了 皇帝十分震惊 官宁铁骑是精锐主力 敌人还在 要是都跑了 摊子怎么收拾啊 周延如很镇定 他立即叫来了于大成 带他去见皇帝 谈话 皇帝问 祖大寿率军出走 怎么办 于大成打 袁崇焕被抓 祖大寿心中畏惧 不会投敌 皇帝再问 怎么让他回来 于大成打 只有一件东西 能把他拉回来 这件东西就是 袁崇焕的手谕 好办 马上派人去牢里 找袁都师写信 袁都师不写 可以理解 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 关进了耗子了 有意见难免 加上袁都师 本非善男信女 任你说就是不写 朝廷急了 内阁大学士 外加六部上书 搞了个探监团 全跑到监狱去了 轮流在那劝说 口水乱飞 原都师还是不肯 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 哎呀 我不是不写 只是写了没用 祖大寿听我的话 是因为我是都师 现在我已经入狱 他必定不肯就范 这话糊弄崇祯还行 于大成是懂业务的 什么你是都师 他才听你的话 那崇祯还是皇上呢 他不也跑了吗 但是这个话要说破了 就没意思了 所以于大成同志 换了个讲法 先捧了捧袁崇焕 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 对袁崇焕进行了 深刻的教育 说到最后 袁都师欣然拍板 马上就写 拿到信后 崇祯立刻派人 没日没夜的去追 但是祖大寿 实在是跑得太快 追上的时候 人都到了锦州了 事实证明 袁都师就算改行 去卖油条 说话也是管用的 祖大寿看见书信 还没见着人呢 就当即大哭失声啊 二话不说 就带领着部队回了北京 局势暂时稳定 一天后再度逆转 十二月十七日 黄太极再度发起攻击 这回他选择的目标 是永定门 估计啊 是转了一圈 没抢到多少实在玩意儿 所以呢 黄太极决定 玩一把大的 他集结了所有的兵力 猛攻永定门 明军在城下列阵 由满贵指挥 总兵力约四万 迎战后金 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 古代游牧民族 在玩命方面有优越性 经过整日激战 明军付出重大伤亡 主将满贵战死 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 未能攻破城门 全军撤退 四年前 积极无名的四品文官 袁崇焕 站在那座较宁远的孤城里 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贵 当过逃兵的赵帅教 消极代工的祖大寿 说 独卧孤城 以当卢尔 在绝境之中 他们始终相信 坚定的信念 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 之后 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 战胜了皇太极 再之后 是反目 排挤 阵亡 叛逃 赵帅 赵帅教死了 袁崇焕 坐牢了 满贵 接任 袁崇焕后 也死了 祖大寿 终将走上那条 不归之路 共患难者 不可 共安乐 世上的事情 大致 都是如此吧 永定门之战后 一直没捞到硬货的 黄太极 终于退兵了 不是真退 他派兵 占据了尊化 鸾成 永平 千安 并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 阿敏镇守 以此为据点 等待着时机 再次发动进攻 战局 已经坏到 不能再坏的地步 虽然外地秦王的军队 已达二十多万 鉴于满贵这样的猛人 也战死了 谁还敢轻举妄动 朝廷跟关外 已基本上失去联系 辽东如何 山海关如何 鬼才知道 京城里边是人心惶惶 形势极度危险 然后 真正的拯救者出现了 半个月前 草民孙成宗 受诏进入京城 皇帝对他说 从今天起 你就是大学士 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 然后皇帝又说 既然你是孙大学士了 现在出发去通州 敌人马上到 对于这种平时不待见 临时拉来背锅的欠奏行为 孙成宗没多说什么 在他看来 这是义务 但要说上级一点不支持 也不对 孙草民进京的时候 身边只有一个人 他去通州迎敌的时候 朝廷还是给了孙大学士一些人 一些人的数量是27个 孙大学士就带着27个人 从京城冲了出来 前往通州 而是最后 我看来说 孙大学士 这一天 都可以做 孙大学士 孙大学士